说新闻看门道深度解析新闻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状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状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是礼拜三 我们这个礼拜 那么在礼拜一已经跟大家预告过 我们这个礼拜要集中 一整个礼拜都要针对最近的港中台三地的情势 那么来跟大家分析 那么连续两天已经邀请了重要的专家 来跟大家做评讯 今天是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前联电的董事长曹星成先生 那他现在在香港待的时间也蛮长的 所以对香港的情势也有很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他也对两岸的情势有很多的掌握 曹星成早 早 大家早 是这个香港现在从占中运动几年的层级 到现在的反送中游行 一波接一波 这个50万100万200万的人上街 然后现在接下来是每周都有游行 每周都有示威 那他们也恭敬的立法会 情势越来越复杂 那最近我们看到英国终于有表态了 英国终于这个事情有表态 但是北京就批评英国 完全没有立场来干预 说当年中英协议 该进的该负责任 中国都已经实现 现在这个是一个过时的文件 那现在又把它界定说 香港最近的群众运动是英国 或者国际势力介入的暴动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中共的一个表态 对香港的这个事情 或者甚至对未来两岸关系 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我想说是外国干预 你在香港住的人觉得这个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是香港民众 有些年轻人 玩几乎说都是自发的了 那么像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街头呢 当然这个过去 这2014年的战中 结果可以说是以失败中场 因为领导战中都坐牢了 然后这个民主人士都分裂了 为什么战中会失败呢 主要就是说当时真的是民主要普选 那么香港很多民众说 这个我们英国战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选举 他本来没有这个东西 他本来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对这个比较无动于衷 所以内部对这个运动的这个步骤 什么也都有分歧 可是这也是不一样 这次大家的认知是说 将这个自由 法治受到侵犯 那么这是香港人的底线 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拥有这个东西 而且已经习以为常 对不对 就他不能离开这个了 所以这次威胁到这个的话 感觉到民主我可以不要 我的自由法治 我的人生自由 这个侵犯掉我害怕 所以这次来讲 等于说全部出动 那么我们对这次运动的背景 还有这样的了解 是 对 那这个了解是不是也给我们一种启发 就是说 他不是用靠特首出来安抚 或者说甚至说特首去职 就能够解决问题 一下重新在谈政改 是不是也要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情境 因为在大陆来讲 它是主动威权管制的 所以管制的尊严非常重要 面子非常重要 所以在民主社会 如果发生这么大的游行 特首你假装一鞠躬下台就算了 可是在香港的情况 可能中国政府不希望他辞职 因为一辞职之后等于说威信上市了 这个威信对极权统治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将在这个面上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比较难处理 是 好那这种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纽约时报 有一个作家他在分析 中国精英知识分子 基本上不是那么的挺反送中 那他的理由是认为说 因为中国模式 这个经济发展100分 这个已经升值人心 那您觉得您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 这样现在不是普遍的现象吗 这个就有分歧 就是说从大陆出来在香港工作的 他几乎都反送中 反对这个反反送中 反反送中 可是香港本地人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反送中的 所以这有这个分歧 有分歧 这当然跟他的背景立场是有不同的 立足点有差别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但是我们又看到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这个诺姆乔姆斯基 他写给这个反送中的这些年轻人 一个电邮 他赞扬香港人连日来的行动 认为他们展现了莫大的勇气跟气节 这个国际的这一个 我们就姑且讲说 中方北京最在乎的说 变成是一个国际颠覆势力的一个操作 但是你有看到 这是国际上对香港这一次的反送中 有给予什么样子的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这个助力吗 我们看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么这个大家各国政府因为怕得罪北京啊 对 这般发言都很谨慎了 是对不对 甚至你看连这个台湾的这个蓝营啊 是 对香港这个运动啊 也视而不见 避而不谈 避而不谈对 那么可是呢 这个香港这些这个运动啊 它是非常深沉的 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啊 那么对未来啊 感到彷徨之外 先有感到恐惧啊 所以他们出来之后 他这些比让他坐牢啊 他的恐惧更大 所以说这个 像这个他们冲进立法会的年轻人啊 都把面罩拿掉 那么那时候 一个外媒采访中间一个人说 你是他向了科技大学学生会领袖吗 是 人家说你这样出来不怕被抓吗 我们准备牺牲了 所以这个他的 我们知道 这个背后也很强的 对我也看到类似的访问讲到说 一个学生小孩说 他说我这一趟不出来的话 我过不了 我自己良心这一关 他提到这样的话 没错 这是这向年轻人认为说 这个踩到他的底线 他退 退死一步啊 别无死所 对 可是这么悲壮的心情 可是这个也是非常现实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他退无可让 退无可退 可是就像乔姆斯基 这么样的一个国际学者的观察 他认为香港最后还是无计可施 对 这个东西让他慢慢的淡化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现在要短期内强势的压制 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不可能在 像1989年 来一个这个 对 进程 军队 军队 军队来 那这个 这个 这个不可收拾 那不可收拾 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看了 大概就是 淡化淡化 大概 大概怎么这样处理 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国外回来之后 继续跟曹宇先生 来聊一聊 香港这个反战中 对国际 还有对两岸 会带来什么影响 POP 撞新闻 欢迎回到 POP 撞新闻 今天邀请曹 行程先生 来谈 最近的中港台 三边的情势 他的一个看法 我们其实注意到一点 这次香港的事件 英国是发出比过去 要高一点的 强烈的声音 但是欧盟其他国家 还没有看到太强烈的声音 有人讲说 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外交上 跟欧盟之间 他有利的地方 他可能跟 当英国发出这种声音 他一方面公开 跟英国对干 但同时 他的驻法国 跟驻德国的大使 就会去讲说 你们现在低调一点 等事件过后 我们会回报你 那些国家基于 经济上的一些什么利益的话 就觉得说可以这样 所以就说 他会有一种能力 来分化西方这些国家 好 但是这一次 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一次的香港事件 其实严格讲 要关注的 除了中港问题 中港关系的变化之外 他对两岸关系 其实也带来 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 曹先生您觉得 像这个中英协议 已经过时 这样的话 因为现在 国民党刚刚完成了 这个候选人的 国政院警的辩证 还是有人主张 应该两岸签订 和平协议 像这样的东西 你会不会觉得 大家觉得说 那干嘛签 反正随时都过时了 的确会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香港 中英协议的内容 我看没什么人看 对 不过普遍 大家记得就是 50年不变 对 邓小平 邓小平讲的 这每个人知道 50年不变 对 可是现在呢 才22年嘛 是 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认为 这是一个不守承诺 那所以这个 如果是不守承诺 这个印象深入人心的话 那台湾当然你要跟签协议 一定是 但是没有意义嘛 所以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就会变成说 这个 以前大家会讲说 签一个协议 如果是只有两岸 没有一个第三方 就做保证 比如说美国 台湾人不会放心 但是现在看起来 有保证也没用 因为他连这个 他也不承认 对 所以如果是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很多结婚的时候 都是三蒙海事 对 可是到离婚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不算数 就疲劳苦劳多了以后 就不算数了 所以这个 如果要不守承诺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总是能找到理由的 所以这为什么 守承诺是一个 很重要的美德 是因为他很容易变的 好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会加重台湾人 一方面对大陆 对中共的不信任 对一国两制的排斥感 可是习近平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他又提出了一个 习五条当中讲到说 那么要在九二共识 这个前提下 要制定一个 一国两制底下的台湾方案 而且现在前阵子 他们政协主席汪洋 还讲说他们已经 陆陆续续跟 红秀柱跟玉慕明 都已经达成了两岸的 统一的一种方向的 这样的共识 等等 这个习近平的提出 跟这一次香港的情势 那么你对于 这个所谓的大陆 要达成他所要的 这个一国两制下台湾方案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我觉得将来这个方面 就是很难谈 你如果当时有几个人去 那边是签协议 他只能代表个人 他甚至不代表那个团体 对 那你说那个 有某政治人物在大陆说 讲一国两制 回来他的底下人 通通是纸 所以说这个东西 要在这种情况之下 去谈这个一国两制 什么代表台湾 怎么谈统一 这变成一个 变得很不合时宜 所以那么这个 所以香港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对这个中港台 这影响会是很难改变的 不可逆转的 我看到有人讲说 香港回不去了 现在有人讲说 台湾大概也回不去了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假如大陆不变的话 对 那台湾当时看香港情况 再怎么样战成一中的 现在又保留了 这样子 好 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是缠这一次反战中 对台湾的影响 就是说一方面 习近平在今年一月提出了 他的一个统一的步骤 跟主张了之后 当时的蔡总统 那么就提出来说 要建构民主防护网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近 谈到的国安无法的立法 甚至要针对 这个所谓的中共代理人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么要完成一个修法 当然有人批评说 这个是要把两岸关系倒退 是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等等 以及刚刚的这个周末 国民党还上街去反对 公投法的这个宪言宪说的情况 也就是说 现在最大的争议是在于说 我们面对跟中国大陆之间 体制的差异 那么要怎么样来防范 中共利用你的民主的自由跟开放 来渗透 而又不会对我们民主本身 造成一种这个相反的一个妨碍 这我很开玩笑的讲 就是说台湾说 你看你订这个等于是在学中共 因为中共他对这个言论管制很严 你讲一不小心 他可以套上这个颠覆国家 分裂国土 现在还不能妄议中央 对 所以台湾制定这个等于说 虽然一部分像大陆学了 不过从另外一角度 从大陆看出 你提前让台湾老百姓 适应这种情况 你这个是开玩笑的话 以后方便投一 是 这开玩笑的话 但是比较严肃的来说 比如说我们先讲一个例子 就讲那个公投的这个问题 我看这一阵子 很多人在嘲笑民进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年对公投 如何的努力等等 结果呢 因为去年九一选举的同时举行的公投 发现有很多对选举的影响 可能也是因为门槛太低了 等等 所以现在又修改法令了 那这样 所以国民党才发起铁龙公投 但是苏贤昌就讲了 就是说国民党最没有资格来批评公投 因为国民党长期反对公投 根本就是一个把公投当作洪水猛兽 这两个党你作为第三者 你评一评一下两个党对公投的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本来民主政治 任何政策他就是一会儿摆向左 一会儿摆向右 太左了就往右摆 太右往左摆 这是正常的现象 所以说以前这个 如果两位这个吵架的话 其实以前马英九就喷命反对直选的 对 当年总统直选 结果他自己还出来选了两任总统 所以说这个时代在变 不必拿以前东西来框住现代的人 所以说这个 如果说两个变这个是没什么意思了 就说这个改动他理由需要是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什么都可以改 所以你们像我去华盛顿看那个 Jefferson的Memorial 就是他纪念碑 那个里面就讲说宪法 宪法是要与时俱进的了 当民众要进步的时候 你宪法跟他进步 不能变成好像穿小学 穿小衣服一样 限制了这个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们任何制度 任何法 他与时俱进 那么有时候这个 像比方说我以前说 赞成说统一啊需要由大陆提出条件来交给台湾公投 现在公投这么滥用啊 那么太腐烂的话 让他本身让他本身失掉他的公信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公投也不能滥用 我们除了很重大的事情用公投 否则的话随便什么叫同性恋什么这也要公投啊 那这就非常滥用 滥用之后最公投啊 就不被人重视啊 结果我们台湾呢 将来失掉很重要的一个民意的保障 没错 我们我对这一次的法的修订 我比较不是那么赞成 就是在野党的这种批评的意见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次修订 他并没有把公投的门槛 无端的提高 他并没有提高 他只是什么 只是把这个因同时举行改为 得同时举行因跟得的一个差别 主要是要让 主要是去年的选举 你不能否认啊 这个十几项公投 一方面造成选举事务上的一个困扰 到现在台北市还在打这个官司嘛 那另一方面 也有造成这个选举跟这个公共议题之间的混淆 那其中呢 他的当然一个理由是说 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大家不会那么多人去投票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来 我们现在定的是 只要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就是全部的选民的四分之一以上同意的话 大概就会过了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 而举行一个公投做不到 那表示这个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 大家重视度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所以这个法并不是太科啊 我觉得 对不起 这个细节我没有想象很久 我只是说 这个民主国家 应该大家就事论事 不要动辄做人身攻击 互相抹黑 现在这个动机不良 然后在引述下面说 他做的事都不对 那这样子大家又来又混乱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关会了之后继续跟曹董 我们来聊一聊 民主到底能不能够当饭吃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我们继续跟曹靖先生来聊 两岸跟这个港中台之间的 现在的敏感的问题 很多人注意到 就是在这个习近平主席 在今年1月发表了这个五点声明 所谓的台湾方案的一个倡议之后 因为把九二共事 跟这个一国两制 做了某种程度的一个衔接 从那个时候开始 国民党的这个两岸论述 就面临很大的一个困扰 那么不要说当天 当这个习近平主席的 这个谈话出来 国民党是一直到 拖了一天之后 才有一个回应稿 而且回应的非常的 拖泥带水的 有很多蓝领的选举的候选人 也都承认 从那个之后 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 就碰到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似乎有一种逻辑是认为说 因为你原来的两岸论述一中各表 是必须要得到对岸的一种善意 或者是甚至是一种默许 但是当这个善意跟默许 不存在了之后 你这个缺乏主体性的两岸论述 就很困难 你的观察呢 曹董对国民党的两岸论述 其实我从国民党提出来的这个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我当时就一直在表示反对了 为什么反对呢 第一个明明没有共识 你应说共识 这叫亵渎中文 那么一中是不能各表的 各表就不是一中 那这是逻辑错误 这是侮辱智商 所以我在马云九连任的第二天 我就写了一篇稿子 选后谈九二共识 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说 因为他这个逻辑上的矛盾 等于哪天被大陆拆穿 我就不知道国民党怎么面对国人 所以当时就预捕了 这个2019年的1月 齐志明会把他拆穿 终有一天 那么这个问题很简单 如果讲一国 只能两制 一国是不能各表的 各表就不是一国 这个等于一国 等于说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闹双包 那怎么可能 这个长期存在呢 一个公司多少闹双包都不可以 一个国家怎么可以中央政府闹双包 所以它是一个内战的思维 内战思维怎么变成说是和平的基础 当然是矛盾的 所以我就当时就预言说 那么如果大陆的逻辑是没有错了 一国也不能各表只能两制 是不是 一定要有个主从的关系 是不是 一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定有主从的关系 怎么可以说你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占了平等地位 那就两国了嘛 所以这个螺业上的矛盾呢 国民党居然混到现在呢 还不更正 那这是 那国民党怎么更正呢 那就承认两国 郭台铭就敢讲啊 一个中央政府 一个中央政府 这是两国 如果没有各自表述 就没有九二公司 那官方这些讲的 就到底是做生意的 不能违反逻辑 那可是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什么叫台独 什么叫一国 这我一直都是我们台湾政治天空上的幽灵 在那飘来飘去 但事实上都不着地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其实台湾老早就是独立的 这个是从1911年就独立的 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像民党党的前入台湾决议文 第一条主张说 台湾扩服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任何独立现状的变更 需要经过全体住民以公投方式决定 这点已经是说 宣布台湾是独立了 那是在1999年 是 已经我们已经宣布独立20年了 那当然 现在就是卡在说这个没人承认你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在台湾其实是假议题 我常常讲说 在台湾要搞独立是假议题 是 因为他已经独立了什么 他在弄的 而且已经成年了 1999到现在20年了 没错 所以这个是假议题 现在问题只是说怎么样面对统一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不能再去讲一果了 是 这个我觉得很好玩 有时候从外国人的眼中 会突然间发现到一些你自己没有察觉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节目上访问那个以色列驻台代表 他讲到说以色列在1945年还是46年建国 所以他说他们到现在已经72年了 他说我们比你们台湾建国时间早了两年 因为你们是1949 这是他们的逻辑 这是他们的逻辑 他们的逻辑 你突然间我们在台湾没有人去想这个事情 这就他们外国人来看的话 我们以色列是1945年 大概是中东那个情势之后 二战之后 那你们是1949 他是用这样看的 所以我在北京就讲过 我说两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本来中华民国好好的 他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还是巴陆军总司令 叛国搞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他搞出来的 那么台湾里人会成员 他只是讲现实 讲现实 你讲现实的话 连郭台铭现在都不能不讲现实 郭台铭说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国 所以这一点来讲老国还是 但是的确在国民党内 还是有人是从一个角度认为说 中华民国地区涵盖台湾跟大陆地区 就是说一个中国讲的是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家那个大陆说 中英协议都已经历史文件了 你在那边搞这个历史文件 不算是历史 就发黄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要与时俱进 而且也要面对现实了 你现在再去讲说一个中国 我是代表一个中国行租全球 那这个是开玩笑 人家根本不承认 对啊 就像你我们两个讲话 你讲得很高兴 我这个麦克服没通电 对这样就不行 好这个讲到这个 郭董其实除了他最近的一些谈话之外 他以前有一句话 我记得战中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对不对 那这个话后来引起很多人的争论 也不是说一定都大家都反对 也有人赞成 曹董你怎么看民主能不能当饭吃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我们这一百年来 都不应该有这种争论了 为什么呢 什么叫一百年 我们19年是五四运动 到现在一百年了 五四运动跟启蒙运动又晚了一百六十年 启蒙运动是18世纪上半 18世纪一七多少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么在法国 那时候对这个问题 其实就已经几乎有了定论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个国家 你要让老百姓有充分的自由 他才能够发挥创意 才能够推进科技 才能够改善这个环境 那这个要让老百姓有充分的自由 你就必须要民主做基础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民主专制的时候 专制他这个有权利的人 他会想办法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来干涉老百姓的自由 所以说因为要仿制专制的权利 对自由的侵害 你要有民主 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民主带来自由和法治 自由和法治带来个人的思想的创意能力的发挥 然后才有社会的进步 这个顺序已经动得很清楚了 可是我们到现在启蒙过了250年 现在还在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很多人在回去念书补功课 确实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20世纪 不管是列宁史达林 希特勒 甚至毛泽东 这一些用这个集权独裁的方式 所建立的显赫的一个政权 都曾经在一段时间 这个算是引领风烧 但是都没有能够持续 严格讲 现在中国共产党也不是靠毛那一套出来 他是靠着相反的是反毛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之后才有这个往外走 但现在习又有点走回去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集权到那个程度 他会以这个政权的延续保命为最高优先 那么什么人会反而到专制政权的延续呢 就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 所以他一定要压制这个 压制结果呢 就是渔民政策 资讯封锁 让你又龙又压 又压 然后用高压 年轻俊法 不仅压 脑袋都不敢动了 所以人家有个跳蚤 也很有意思 就是跳蚤 你如果是放在桌上 你一拍桌子 他跳得很高 对 可是你在中间加个玻璃 他顶到玻璃之后 他吓着跳就不会超这个高度 他自己射线 所以你那个如果 就跟那个狗实验一样 巴巴洛夫的狗实验一样 你每个狗一叫就惦记他 他以后就不叫了 所以他这个跳蚤 你玻璃越压越低 跳蚤自己本身 会限制自己跳多高 所以这个就是极权政治 想要达到的目标 以及最要注定 他没有办法持久了 对 可以那么在这个短时间之间 他集团就一 说来说效率很高 会促进一些硬体建设的进步 可是最后结果是说 他导致他被统治那些人的 变成白痴了 对 你看一群白痴集合起来 他会说三个臭皮 这样能变成出口量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他就越来越弱 最后被外力就崩溃了 然后把他这个推翻 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我想要请曹董来评一评 韩国瑜的筛子论 这他有另外一套见解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最后一段时间 我们请曹董来谈一下 韩国瑜最近讲了一个 size理论 坦白讲大家都听不懂 但是我听说你有一个 从当中得到灵感 你有一个半导体理论 你来说说看 对 我是做半导体起家的 对 那么台湾半导体 现在也是最有利的工业之一 半导体什么意思 就他是可以通电 也可以绝缘 通电就变成导体 从半变全 那么也可以变成绝缘 变成绝缘体 他的大部分的半导体 都是用的这个锡做原料 silicon silicon 他本身是不导电的 可是你加点什么零的棚啊 这些元素进去啊 他就会导电 是 导电不导电 由于外面电压的控制 你可以让他导 你可以让他不导 所以变成很有用 是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跟大陆的关系啊 是 希望大陆了解说 台湾其实是半导体 你对他很不友善 下午他他变成绝缘体 变成绝缘体啊 你如果说友善 让他觉得来往很安心啊 他变成导体 所以这个台湾其实是可以调变的 那么这调变的方式呢 你用武力威吓 那他就变绝缘体 所以希望大陆了解啊 台湾这个半导体的性质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哦 因为半导体真的是台湾的 这个科技产业的主力嘛 我们的硬体真的生产很强啊 世界文明啊 但是半导体这个功能啊 他又是一个自我控制 好像一个调整法一样了 可以从变成全导体 也可以变成绝缘体啊 现在的两岸关系啊 有一点像往绝缘体的方向在走啊 所以说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 你选了一个我不合一政党 我就不跟你来往 变绝缘体 那那台湾他不了解台湾民主社会啊 是没办吧 那可是如果这样的话要怎么 是修法吗 也是公投法来修吗 这个大陆就 如果了解这个性质的话 你要怎么把这个绝缘体变导体 对 对不对 那你要要去用 去思考嘛 思考 那你要知道说 对 你越恐吓越高压 是 这个他绝缘的越厉害 越厉害 对对对对 没有错 没有错 这的确是一个 好 这个比喻啊 我想又可以引起大家讨论一阵子 但是我觉得有它的逻辑性 你们学科学的人 大概都很重视逻辑性 我想这个 半导体最主要的作用 就拿来做逻辑 议算 议算的使用 判断 是 所以你逻辑不行啊 半导体做出来 已经是不行了 好 我们受教了 谢谢曹新城先生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泡泡状新闻 我们明天见